我很专业的大初级把四地瓜 当然我们把四地瓜少不了 非常棒的地瓜 这个季节地瓜 我觉得是家里面施令的美食 对 因为 正宗的鼠类的凉 不知道你家里面有点习惯 我家里面就会在那个橱柜底下 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储存 因为它好像对环境要求不高 然后就是 你随便往那一放就可以了 它可以储存一个冬天 没错 如果你要是比较勤快呢 可以用一些小沙子 然后呢 往那把它埋起来那就更好了 没错 这边我们要油温几成热的时候 把这个地瓜放进去 油温呢 一般都到七成热左右 七成热 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高一点 温度稍微有点点高吧 然后它的这个油面呢 比较平静 然后呢 锅圈呢 有一点点几年 现在把地瓜呢 放进油温里面去油炸它 注意是七成热的油温 下锅以后呢 就会看到有烟气起来 今天我们要炸它的话 我想说 底部的火是一直保持大火 这样子加热的油 一直这样子加热就可以 可是要把地瓜炸到什么样子 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OK的 一个呢 它就是颜色会有略微有一点点变 有一点点硬度的 这样就可以了 一般炸多久 会达到三分钟左右 一般会有三分钟左右吧 三分钟左右 一直这样顶沸的油 劈得啪啦劈得啪啦的炸着地瓜 现在地瓜已经炸得差不多了 给它捞起 大厨我发现它这个颜色呀 对 我一直以为八色地瓜它的颜色 是经过糖浆 这样裹一层 才会变得这么黄润 其实你看这个地瓜炸好了之后呢 既然是黄然的 它就会炸出来这种金灿灿的感觉 你怎么判断它熟还是不熟呢 一个层气泡的含量 如果说它水分很大的话呢 它这个气泡是很少的 再一个呢 就是看它漂浮的程度 你看 它都漂起来了 对 都漂浮到这个油面上来了 它基本上就是没问题 已经熟了 我们把它捞起 放到一边控油 现在地瓜已经炸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 要准备做拔丝之前的工作了 在锅中要来一点水 这个水的量呢 不要太多 好 要不然煮的时间太久 这时候我在想说 水和糖有没有什么比例呢 这个没有 只要能把这个糖融开就可以 这个糖的量呢 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地瓜的量来确定 一般的情况下 糖汁让它多一点 它比较容易出色 给它化开 这个火力呢 基本上掌握着能和这个水面相当就可以 它这个糖在煮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一开始它是要融化的 慢慢地溶解到水里面 随着水分的这个中发呢 它这个泡沫的感觉就会有一些不同 像如果说用油的话 那这个过程就非常快了 油温上来非常快 那这个你就不容易看清楚 它里面的一些变化 是吧 期待大泡已经变 微微变小一点 还没变呢 这就是有水的情况下 这个水的量呢 就非常多 然后它的泡呢 是比较密集的 还没有吹得很大 来继续我们调一调 你搅动的时候还有一个手感 手感什么样的感觉 像这样油水的时候呢 它的手感是非常轻的 让我来感觉一下 它是哪一种轻的 就和搅水的感觉是一样的 它这个其实根本感觉不到 这个有阻力 它因为是什么 好像是那个泡 会就是帮你 帮你就是撑着 帮你推着 你在家里面弄过 所以我在家里做过 这个手感你应该很熟悉 所以我应该很熟悉 这个泡变大了 对 随着水分的减少呢 它的这个阻力呢 会越来越大 就是你勺子会越来越沉 对 就感觉到好像 这个糖在沾我的勺子了 这个感觉呢 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千万大家伙 别忘了 咱这一道美食在做的时候呢 你的火力是很小很小的 一点微弱的火拌 当然就是中小火吧 对 中小火 那你这个时候的感觉呢 就是水分的量已经少了 这个泡起的呢 有点不是那么急了 就是不密了 对 你看听听这个声音 它就有点那种厚正的感觉了 这个声音就像下雨天 对 你在窗边听外面的雨声 对 你再试试这个时候的时候 会沉吗 哇 它会比刚才沉 因为你在搅的时候 你感觉到 你不是在搅在水里 对 就是你搅在了一个浓稠的液体里面 就好像滑滑的那种感觉 润润的来回一张搅 那现在这就是浓密的大泡的阶段了 它这个泡其实你看到 刚才的泡呢 是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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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一个一个出来 然后都很急促 它现在出发很慢 然后就咕哒咕哒咕哒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你这个火力呢 掌握得好 基本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需要去调节火力 你如果火力太大的话 这个锅边呢 就会先烧焦掉 对 然后呢 就会导致这个糖变色太快 变色太快 那这个时候呢 要准备好抹油的盘子 抹油的盘子 这个盘子是抹过油的 为什么要抹油呢 之前 因为它这个糖一凉了以后呢 非常容易沾盘子的 那我觉得还应该准备一盘水吧 因为你在拔丝的时候 要沾那个水 这样把这个丝断掉是吧 你看现在这种状态呢 就略微有一点点发黄 然后那个泡呢 就会有一点点小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就会突然感觉到 有一下 突然感觉到 你的这个粘度没有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 有点锅里面有点冒烟了 它这个颜色已经变成了那种 有一点点黄 像焦糖的颜色 这里就放进去 这是最好的时间 哇塞 可以咯 换一个个 一块准备拉丝 天呐 放进了 来来来 盛在盘子里 一份拔丝地瓜 到现在这个过程 就大功告成了 刚才那个金灿灿的地瓜 外面包着一层 亮晶晶的糖浆 一会儿你在拔它的时候 都会发现 它会拉很长的丝 有的是大家在过节的时候 会享受 谁拉的丝越长 然后就感觉越有感觉 是不是 一会儿我们也看三个人看看 谁拔出来这个丝最好 好不好 来来来 现在就开始趁热吃 拔丝地瓜 来来来 哇塞 要么是拉那个cheese 要么是拉那个拔丝地瓜的 这个 要想让它断了 断一下就可以 它可以